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来讲韩版天堂M2月14号的更新重点 这次的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圣物卡巧克力盒的取得方式 它的取得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透过活动 这个情人节的纪念副本 兔女郎的宝箱奖励里面有机会可以获得圣物卡巧克力盒 第二种方式是透过周末制作制作圣物卡巧克力盒 它要花费120万的圣物币 第三种方式就是透过周末制作的情人节特别套餐 它需要使用30个活动材料 大约是2000钻 做满8个就可以用凭证去兑换圣物卡巧克力盒 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到本次的制作 有开放了商城饰品的制作 那这次商城饰品是属于中高阶的商城饰品 第一个就是用粉末跟名誉币兑换的 加6光之皮夹克选择箱 还有加4的祝福印章选择箱 加4的祝福戒指选择箱 还有加4的祝福手环选择箱 另外本周还开放了直接用活动道具 制作加5融资水晶选择箱 以及加5的成长手环 那这个手环跟水晶选择箱都可以制作两个 等于说你这一周你想要做的话 可以一次取得加5祝福水晶跟加5祝福手环 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一次的蓝钻商品 它做了一些内容物的更新 那这一次它把第一个抽卡券 更新为一个闪亮的综合抽卡令牌 那这个令牌打开之后 可以几率获得1到50个 这应该是指1到50个综合卡包制作凭证吧 那这个凭证也就是说 它可以直接有机会换到50包 综合抽卡包选择箱 刚刚我们呀真的假的 运气好的人一次可以抽到50个11抽式吗 不可能吧好这个我们等到韩版正式开放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相关内容吧 我是丁丁这支影片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